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一日三餐天下不同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早餐,澳洲维吉麦片与意大利卡布奇诺的康体晨光 二午餐,巴西肉豆锅与泰式柠檬鱼的热带风情对话 三晚餐,挪威烟熏鲑鱼与中式麻婆豆腐的冷热交响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早餐 澳洲维吉麦片与意大利卡布奇诺的康体晨光 各位早安,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全球化的早晨 如何在你的餐桌上交织出一场文化的盛宴 想象一下,太阳刚刚在地平线上露出笑脸 你的餐桌上已经摆好了一碗来自澳洲的维吉麦片 和一杯热腾腾的意大利卡布奇诺 这不仅是一顿早餐,这是一场跨越半个地球的味蕾之旅 首先,让我们来谈谈那碗维吉麦片 维吉麦片,或者说Webix,是澳洲人早餐的代名词 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20年代 当时有一位名叫Benison Osborne的美国人在澳洲创立 这种全麦早餐麦片因为富含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 而被认为是健康的早餐选择 但让我们面对现实,没有人会因为它的营养标签而爱上它 人们爱它是因为它能迅速吸收牛奶或酸奶 变得柔软又美味,就像一块吸满了阳光的海绵 现在,转向那杯卡布奇诺 卡布奇诺是意大利人对咖啡的一种艺术表达 它的名字来自卡布奇会修饰的深冬色袍子 这也是卡布奇诺特有的深咖啡色泡沫的灵感来源 一杯完美的卡布奇诺需要精准的咖啡、牛奶和泡沫比例 这就像是在你的咖啡杯中上演了一场微观的化学实验 当你的嘴唇触碰到那层绵密的奶泡时 就像是亲吻了意大利的早晨 结合这两者,你的早餐就成了一场国际盛事 想想看,你的舌尖上跳跃住澳洲的农田风味和意大利小镇的晨曦 这不仅仅是为了填饱肚子 这是一种文化的体验,一种对远方土地的致敬 也是一种对自己身体的关爱 所以,当你明天早上再次坐在餐桌前 不妨想一想,你的早餐是如何将世界的味道汇聚在一起的 这不只是营养的开始,这是一天冒险的序幕 而且,谁说你不能穿着睡衣就开始一场文化之旅呢 毕竟,最好的旅行有时候就是从你自己的餐桌开始的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午餐,巴西肉豆锅与泰式柠檬鱼的热带风情对话 各位亲爱的美食爱好者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一场跨越大西洋的热带风情对话 这不是一场普通的对话 而是一场味蕾的盛宴,一场午餐事件的国际交流 我们的主角是来自南美洲巴西的肉豆锅 非洲的,和来自东南亚泰国的柠檬鱼 这两位美食大使如何在餐桌上交流呢 让我们一探究竟 首先,让我们介绍一下巴西肉豆锅 这是一道充满历史和文化的菜肴 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巴西的奴隶时期 当时的奴隶们将剩下的猪肉杂碎与黑豆一起煮 创造出了这道美味的菜肴 如今,肉豆锅已经成为巴西的国菜 象征猪人们对于食物的创意和对生活的热爱 它的味道浓郁,肉质鲜美,配上米饭和橙子 简直是午餐式的能量不给占 转到另一边,泰式柠檬鱼则是一道清新爽口的海鲜佳肴 它通常使用新鲜的鱼,蒸煮至完美 在淋上用柠檬汁,辣椒,大蒜和鱼露调制的酸辣酱汁 这道菜的魅力在于它的简单和对食材的尊重 每一口都能让人感受到泰国烈日下的海风和椰树的摇曳 当这两道菜在午餐桌上相遇时 它们之间的对话可不是典型的你好,我好那么简单 巴西肉豆锅带着它的浓郁和热情,好像在说 嘿,朋友,来点这个,保证让你有满满的活力 而泰式柠檬鱼则以它的清新和辛辣回应 哦,真是热情洋溢啊 但别忘了清凉一下,让这柠檬的清香带你飞到泰国的海边 这场对话不仅仅是味蕾的享受,更是文化的交流 它们各自代表着自己国家的饮食文化 展现了不同地域对于食物的独特理解和创造 巴西肉豆锅的丰富和泰式柠檬鱼的清新 就像是热带雨林遇上了清晨的海风 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情在你的餐盘上交织出一幅美妙的画面 所以,下次当你在午餐时选择这两道菜之一 不妨想象一下它们之间的这场热带风情对话 也许你会发现,食物不仅能够填满你的胃 还能够丰富你的想象 带你进行一场为绝尚的世界之旅 Bon Appetit 或者该说,享受你的美食之旅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晚餐,挪威烟熏鲑鱼与中式麻婆豆腐的冷热交响 各位涛客与美食爱好者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一场为累上的国际交流会议 晚餐,挪威烟熏鲑鱼与中式麻婆豆腐的冷热交响 这不仅是一场烹饪的艺术展演 更是一次文化的碰撞与融合 首先,让我们从遥远的北欧挪威说起 挪威烟熏鲑鱼,这位冷盘界的北欧贵族 以其细腻的口感和独特的烟熏香气 赢得了全球美食爱好者的青睐 它的制作过程可谓是一门古老的艺术 最后呈现出那令人垂涎的橙红色泽 这位贵族在盘中优雅地躺住 似乎在对你说,来吧 品尝一下真正的北欧风情 而在另一边的盘子中 我们有助浓郁,麻辣,热腾腾的中式麻婆豆腐 这道川菜的经典之作 以其大胆的香辣味和丰富的口感 成为了中国美食的代表 麻婆豆腐的魅力在于那一勺勺的辣椒油和花椒的麻味 让人一口下去 仿佛有一只小型的烟火在口中绽放 热情如火 让人忍不住想要大声喊出 这就是川菜的魂 当这两位来自不同文化的美食 在晚餐桌上相遇时 他们之间的冷热交响便开始了 一边是冷静而优雅的挪威烟熏鲑鱼 一边是热情如火 辛辣撩人的麻婆豆腐 这就像是一位挪威的冰雪女王 与一位四川的火辣女侠 在舌尖上展开了一场精彩绝伦的对决 你可以先来一片烟熏鲑鱼 感受那份来自北极圈的清新与宁静 然后再来一口麻婆豆腐 让四川的热情如火山爆发般充满你的口腔 这样的冷热交替 不仅是对味觉的挑战 更是对食物文化理解的拓展 最后 当你在这场冷热交响的晚餐中 享受到了挪威与中国的美食精髓 你会发现 美食不仅能跨越国界 更能跨越时空 将不同的文化 编织成一场丰富多彩的味蕾盛宴 所以 下次当你再次品尝这样的组合时 不妨想想那些背后的故事 让这场冷热交响不仅仅停留在舌尖 更延伸到心灵深处 Bon Appetit 或者说 开动吧 朋友们 今天我们一起探讨了一场全球化的早晨 一场热带风情的午餐 和一场冷热交替的晚餐 从澳洲的维基麦片和卡布奇诺 到巴西的肉豆饭和泰国的柠檬鱼 再到挪威的烟熏鲑鱼 和中国的麻婆豆腐 我们的味蕾在这一天中跨越了半个地球 领略了世界的多样风味 这些美食不仅仅是填饱肚子 更是一种文化的体验和对远方土地的致敬 它们代表着不同地区对食物的独特理解和创造 展现了人类创造力的无穷可能 在这些味道的交织中 我们发现了食物的魅力和它们背后的故事 在我们的餐桌上 挪威的冷静与中国的热情 澳洲的阳光与意大利的晨曦相遇交织 它们之间的对话在我们的舌尖上演绎 这些味觉的交流不仅让我们的味蕾得到了满足 也拓宽了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理解 所以下次当你坐在餐桌前 不妨想一想你的早餐 午餐和晚餐是如何将世界的味道汇聚在一起的 品味美食不仅仅是填饱肚子 更是一次文化之旅 让我们用味觉去探索世界 用舌尖去感受文化的碰撞和融合 那么现在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你对这些菜肴有什么样的观点和想法 你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提出来讨论 别忘了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想法 让我们一起分享美食的乐趣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